好,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罪言書室的節目 見你這麼開心,是不是放假呢? 不是,因為剛才Angie有很多次 別管了,總之我們現在就是8月的新開始 對,8月的新開始代表我們又有7月的罪言書室唱蕭蕭蘿蕭蘿蕭 是呀,上一期大家都很喜歡,我們打架 是嗎? 是呀,不過今期就不搞那麼多事情了 是呀,比較煩 是呀,很恐怖的 試一下很新的形式,看看大家可否接受 手頭上有這幾本書,亦是代表我們龍虎榜的六至十位的書 是,沒錯 那比如說說第十位先吧 第十位我手頭上拿著這本,叫什麼名字? 《愛的盲點》 《八十後篇》 是呀 他如果小孩子呢,老師說,這本《愛的盲點》 這個就是陶國章先生出的,陶國章知道誰嗎? 陶國章不知道 其實陶國章是很出名的一位中文大學的教授 李天明有沒有聽說? 當然有 是的,李天明就是中文大學之後的一個明星教授 明星教授 是的,很多人踢的 那時候上去的課 我聽過我坐到那些 是的,連樓梯也要坐在那裡 因為除了踢那個課程的人之外,還有一些人慕名去聽 即是旁聽的那些 明白,講完李天明之後講回徶國章 那就是繼李天明之後的另一個明星教授 那我當年也有教過他的課程 你教過他的課程,做TA 是的,做TA幫助他 這個呢,手上這個叫《愛的盲點》 其實就是他一個課程的輯錄 那個課程就是《愛情絕學》 這個課程中有提到很多課程的內容 那看完之後,大家可以對愛的問題多了解 除了我們馬上想到的感情 愛情的愛之外 還會講到父母兄弟的愛 或者是對國家的愛都有所提及的 其實當年我們中大教授都開了兩個課程 即是有兩個人開這個課程 有一個就是陶國章 另一個是張產輝博士 現在還有沒有開的? 應該兩個人都有開的 很多時候去到張產輝博士的課程 那些人就會發現上當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講愛情 哦 他是會講愛在古希臘是怎樣叫你 這樣就會講一些哲學概念 逐個數 那陶生的課程就是講愛情的課程嗎? 陶生是比較誠實一點的 其實不是用那些怪樣頭去賣哲學 哦,我賣張生 Anyway,張生其實是將一些很深厚的大女同學 那陶生就會講一些比較平實的內容 嗯 即是會講愛情的 還有陶生有另一個特別的背景 就是會用很多心理學的東西 即是譬如說一下 現在所謂的人不肯長大 會變成所謂的Kid out 或者是我們面對這個社會 是要負責任 那愛情是否成為一個避難所 這些事情他都會討論到 那有興趣呢 可以看看這本書 他的寫法也是很適合這個 中學生 中學生 做個愛的閱讀 或者大學生 我相信是一個好的中式書 嗯,好 另外一本 那另外一本吧 快來這一本 又是我們重新上榜 繼續走勢寧麗 哈哈 是不是像中文那樣 好像沒有 好像跌了 對,還在網上有 對,沒錯 這本書叫做靠左企 我們上一次也有介紹過的 我覺得不用多介紹 是,沒錯 還不是為何暗暗暗暗暗 因為唱左企 都要靠左企 OK,左邊是哪邊 算了,沒有 對,那上左企這本呢 就是左翼21的蕭玉君所寫的 上一次也有介紹過 這次仍然在網上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看 嗯 那呢 這一本呢 繼續上榜 是 繼續缺貨的 對,上一次排行榜 這本也有上榜 那時候就 我們跟大家說沒有輸 那時候是中英文版都缺貨 所以就拿了一本John Ross 扮演 但是這次呢 中文版繼續缺貨 但是英文版也有在手上 中文版叫做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我們有一陣子就脫了 所以就很難搞 證明的是 手勢寧寧之中 是啊 寧寧寧的 那如果想看英文版原著的話 你也可以去 那中文版也可以訂 多謝你 對,對 這本你說一下 其實這本就是 其實也不知道第幾次上榜 書真的跟歌有些不同 就是下了之後又要回來 我看到他也有點驚訝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出了差不多幾個月 三、四個月都出了 其實他一直雖然不是上榜 都會是其他長銷書 是啊 十大之外都有一些 recommended words 這個本土論述 這個就是本土論述2010 這本是 那封面是燒蝦 燒蝦 燒蝦 燒蝦很漂亮 不,我記得他最初出的時候 他一送到書店 我日後就去買燒蝦吃 因為你看著他 對,燒蝦好吃 除了燒蝦之外 這本書的內容就是 講了很多本土的東西 例如呢 例如呢 每年一期 每次出之前 他會選一系列的活動 請一些本地的學者 或者文化的人 或者是諸如此類 或者一些重要的人 去講一些講座 在那個講座之後 就會編了 然後再請一些人寫一些文章 其實多數都會講 是香港本土的一些東西 從2008年開始 就出到現在 所以這個是第三本 裡面每年巡禮都有那些人 例如梁文道 呂大樂 梁文道 梁文道 馬家輝和王偉龍 對,贈任篇中有三個 其實真的做事 現在就剩下王偉龍 對,說別人的 說別人的內容 什麼事 怎樣 對嘛 當然馬家輝和梁文道都有參與 但是主要做的 其實現在就剩下王偉龍 但是馬家輝和梁文道 每年都會幫忙做事 譬如今次的專題 就會講了幾件事 譬如有階級鬥爭 主體性問題 社會運動 另外專題文章其實是正改三十年 哦 即是主要的文章 重新做那個檢視 是的 他們請了很多人 譬如陳雲 孔浩峰 周崇銘 黃偉龍自己 陳志傑 這些比較本地 常常都聽到的人 其實他們也有參與 嗯 我想知道多一點關於香港論述 即是現在也是一個很流行的題目 是的 我相信這個系列的書 他希望長出長有 然後每一年都會對於香港有很重要的討論 嗯 那程度就會比起 譬如剛才 靠早期或者是愛情 那些就會深一點 比較深一點 比較深一點 那適合大學生 即是異常的人士 現在是否要學校 適合BA女人店 是的 適合BA女人店 都在這裡講 都可以講兩句 好 那大家多多支持這本書 下一本書就是 剛剛我們上星期都做完 這個關於性的問題 有這個性空式 這段都很熱的 我發覺 為什麼呢 是的 因為我不是知道 性空式這些問題 可能之前比較少討論 其實我覺得近年香港多了 即近一兩年多了這些書 其實我們之前 譬如我們剛剛開書店的時候 其實香港本地出的 有關討論性別研究書 不是太多 但是這幾年 可能隨著一些所謂 所謂宗教有牌的興起 就多了人去討論 即是保守的聲音多了 同時一些比較開放的聲音都多了 他們會嘗試出一些書 去確保討論 其實性空式是這件事 其實另外 那本 可不可以看一看 這本 紫色 好 生出 這個也可以提一提 生出有一本 也是講性別 這個是同性戀者 很特別 就是一個牧師出的 但這位牧師也是同性戀者 其實她經歷過兩段的婚姻 我不知道是不是兩段 至少她有一段婚姻是娶了一個女婚姻 香港的婚姻 她是馬來西亞人 哦 馬來西亞人 所以她面對的壓力又不同 中間壓力和社會壓力 是的 也很大 在馬來西亞人 但她是在美國 其實她長期在美國住 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一下這一本 她的名字叫做 你的弟兄姊妹在哪裏 好像那些Amazon那些 你喜歡看這本書 就可以買賣這本書 是的 我非常推薦 是的 好 或者是 people who bought this 也會買這個 是的 我也會買 好了 這次差不多 下一次回來 我們再跟大家見面 嗯